切開來看看 唉唷 聽到聲音沒有 酥酥脆脆的耶 你看這樣層次有出來喔 我是小貓咪 你看這一層層的好酷喔 找你豆沙甜甜香香的 配咸的蛋黃剛剛好 嗨 要過中秋節囉 我今天要做蛋黃酥裡面的素蛋黃 去年我是用平婆 那我今年想用綠豆 跟南瓜胡蘿蔔汁炒一個素蛋黃 像鹹鴨蛋那樣的鹹鹹的 配上我的枣泥呢 甜甜鹹鹹的就蠻好吃的 推薦給大家喔 也很好做 這是煮好的綠豆沙 去皮綠豆 這是300克的綠豆仁 綠豆沙是用去殼的綠豆仁 把它煮熟以後 炒成綠豆沙 我現在要把它洗一下 洗它兩遍 洗它兩遍 好了 洗好囉 我們現在加水600克 這就像煮白米飯一樣 放在電鍋裡 外鍋放一杯半的水 把它煮熟 你看這樣子煮好囉 你手捏看看 你看它都是沙 這叫做熟了 如果捏不碎的話 你就加水再煮一下 這是蒸熟的南瓜 還有一根胡蘿蔔 等一下要炸汁 還有堅果 就這樣而已 其他就是油跟鹽 胡蘿蔔先切小塊一點 然後把它打碎以後炸汁出來 我們先把胡蘿蔔放進來 你看這就是打碎了 看起來乾乾的 現在我們要把汁擠出來 只有用它的汁喔 倒在袋子裡 一個擠豆漿的袋子 神奇吧 是有汁的喔 不是沒汁喔 你看擠出這麼多汁來 下一步就是把這個堅果扔進來 等下我放在調理機裡面打細 然後把南瓜也放進來 鹽巴放進來 其實直接放在調理機裡面就可以了 綠豆沙也是放進來一起打細 你看打好了 打成這樣細細的泥 我們現在要把它炒乾 我們先開火 然後放油 鍋熱囉 我們先把這個泥放進來 小心喔 不要讓肉漸出來 如果太稀的話它是不成形 所以我們要把它炒成糰 記得要用鐵鏟喔 要把它黏住刮不起來 塑膠的力量不夠 或是用不沾鍋 要再乾一點 我們這個時候呢 補一點油 它會比較不沾鍋 好 你看它現在慢慢成糰了 現在基本上它已經是成糰了 翻過來它都是在一起的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樣子就是好囉 好 我們要熄火了 放涼以後 我們就把它搓成小的素蛋黃 你看 這樣一糰 我要做8克的素蛋黃 配24克的棗泥豆沙 大小就看各自的喜好來調整 8克 好 8克上下 這個先掐下來 等一下一起揉圓 相差零點幾克沒有關係 只要不超過1克就好 然後練習這樣一個長條 掐一個固定的大小 比較速度快一點 好 全部秤完了 差不多46克左右 我先把它搓圓 不要太用力 就是輕輕的在上面 這樣就圓了 輕輕的在上面 它就圓 不會壓扁 你看好囉 一顆顆蠻像的 顏色很像 然後吃起來又沒有腥味 我還是覺得素的好吃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 棗泥豆沙 把蛋黃 放在棗泥豆沙裡面 拿一粒棗泥豆沙 然後用大拇指壓個豆 放一粒素蛋黃 然後把它這樣包起來 搓一搓 這樣子就好了 我們先做12顆 然後我現在要去開烤箱 這個酥皮的做法呢 我們以前有教過 你看右上角的那個 右上角來看 這個包起來先放著 這樣子鬆弛15分鐘以後 我們拿一坨 記得這個頭上面 還是要再重新把它捏合 然後撒點麵粉 中間往外 把它擀得更薄一點 把它擀得更薄一點 然後對折 再來就是折扇子 然後兩頭 然後兩頭 把它推 推得厚薄一樣 切兩半 再切三等份 好 就這樣子 六個 先壓一下 擀薄 從中間往外 然後再拿起來 像擀水餃皮一樣 想到它先把一邊勶 Rita 慢慢往上 好 然後就這樣子轉圓圈 把這個口收起來 上面呢 越收越小 然後把它捏緊就好了 然後放下來 把它收圓 好 包好了 我現在來刷上面的醬油跟糖 還有一點點油把它調在一起 刷在這個表面 這樣顏色烤出來會有一點點紅紅的 像那個圖的蛋液一樣 然後上面撒一點點白芝麻 好 這樣就好了 好囉 我要去烤 香裡面烤了 上火是180 下火160 差不多烤20分鐘左右 我們要走囉 好好了 顏色好漂亮 一定要塗一點醬油跟糖水 醬化上面才會有一點顏色 要不然白白的就看起來好像不好吃 我現在來切開來看看 切這個 切開來看看 哎呦 聽到聲音沒有 酥酥脆脆的耶 這個皮 哇 還有熱氣還沒有放涼 希望沒有被我壓變形 我要這樣打開來 你看這個蛋黃 顏色很漂亮的 但是形作沒有辦法圓圓的 我要等硬點 涼了 你看重點是它有一層一層的 皮還酥酥的 然後裡面的顏色很漂亮耶 這個顏色真好看 橘色的 你看這個皮一層一層的 層次有出來喔 嗯 买個吃 都覺得好吃 你看這一層層的好酥喔 還有咔嚓的聲音 找你豆沙甜甜香香的配那個鹹的蛋黃剛剛好 生抽的節快樂 拜拜 拜拜